一身兵翻加身兵在十三个星期的基本训练期中, 谁的是硬土地,吃的是君良,因此训练一元不,便急着想回家。 好睡干净的床育,吃母亲的饭,到家的那一天,全家人热烈迎接他。 他母亲更兴高采烈地说,我们已经准备好全家出门去露营野餐,好好为你庆祝一下。 二,解释顾客,服务生,请解释一下,我汤里面的苍蝇是怎麽回事? 服务生弯腰仔细看了看,说道,他在游泳,先生,他在游泳。 三,闭嘴就没是一对夫妇在河边钓鱼。妻子总在一旁瓜躁个不停,没多久,有条鱼上勾了。 妻子便说,这与真可怜。丈夫说,是哦,找死吗?闭嘴不就没是了吗? 四,指是代班的。在路边,一个盲人黑盖带着墨镜在街上行黑。 一个罪汉走过来,觉得他可怜,就赢了一百元吉他。走了一段路,罪汉回头,恰好汉见那个盲人正对着太阳。 分辨那张白元大抄的真假,罪汉过来一把奪回淺道,你不想活了,竟敢骗老子。 只见盲人黑盖一念委屈说,大哥,真对不起啊,我是替一个朋友在这里看一下。 他是个核子,去上厕所了,其实我是个阿爸。我,是这样子呀。于是醉汉迎下钱,又遥遥访访访地走了,五背书有一次,小鱼帮公司的会计。 拿支票去银行入帐,排了老半天的队,终于轮到他了。 网络的银行职员接过支票看了一下,头也不抬就将支票递回给刘小鱼。 说背书,刘小鱼手足无躁,不知如何是好。尋思了一会儿,便小星背出,床前明月光,而视地上商。 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顾香,然后问银行职员,小姐,我背书了,这样可以吗? 六小心肝护士小姐经过病房,发现病人在喝酒。 就小星提醒病人说,小心肝,没想到那病人竟然落不可知地举杯对护士小姐说,小宝贝。 七手指搅拌在一家咖啡馆里,服务生吸一位女士端去一杯滚烫的咖啡。 但他忙了搅拌持,女士斗趣地说,服务生,我可没办法用我的手指来搅拌咖啡。 服务生听后,赶紧有级端上另一杯咖啡。放在女士面前,女士,这一杯是温的。 你应该可以用手指来搅拌了。 8. 花园生气老师问台下的学生,课文中说,蜜蜂及花园增了生气。 是什么意思?一个学生回答,蜜蜂偷花蜜,花儿就生气呀。 大家听了笑个不停,哪学生理直气壮大声说,笑什么,要是花儿不生气,哪来百花怒放呢? 9. 该加油了丈夫出门上班,太太叮咛道,要加油啊,丈夫不声感动地说,放心,我一定会好好充斥,有所表现的。 太太提笑街飞地搭道,我是雪,我把你车子的游用光了。 10. 没有61位女士驾车已远远超出规定的时速。 从警车面前飞驰而过,交通警察追上去,在大桥引渡上截住他。 警察一边拿出记事馆,一边冷冷说,你一开过去我就看出,至少有也60。 女士,没有那么多,我只有40出头拉长官。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的发型,使我看起来特别老啊? 妈妈